要造一台能音的主机 靠的不只是性能 PlayStation的关键一环 是外观设计 以掌舵技术的九刀两件 主导市场营销的佐藤明并列 设计师后藤真佑 同样被视为支撑起 PlayStation成功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们以不妥协的执念 传过重重关卡 把理念落成形体 开创处理给全新的游戏世界 大赫点雄说过 PlayStation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主机和手柄的设计 但我所采纳的那一个 无论是质感还是造型 都和此前的游戏机型一向完全不同 事实证明 大赫点雄的看法完全正确 自发售以来 PlayStation的设计从未改变 以消费电子产品的范畴来看 难以同一型号卖出如此庞大的数量 恐怕也只有PlayStation 一台微信型改款的机型 就在全球卖出4000万台 而且还会继续创销 PlayStation之所以能成为 现象级的创销主机 其核心原因之一 就是那套经久不衰的经典外观设计 在AV英视频设备的世界里 如果某款产品销量达到100万台 就已经被视为大热销 若是新型产品 更是会被认为开辟了新领域 值得庆贺 然而PlayStation在发售后 仅仅三年半 就达成了4000万台的销量 且完全没有任何改款 这无疑是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销量数字 固然 AV设备和游戏机 在型号更替的规则上 不能完全类比 但三年半卖出4000万台 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成绩 设计师后团真佑自己也说 如果让我来说 PlayStation的设计 却是为热销做出了贡献 当时我们是零起步 没有任何事迹 最大的问题在于 游戏软件厂商 是否愿意为PlayStation制作游戏 我认为关键在于 游戏开发者 是否喜欢这台机器的外形 如果他们讨厌 PlayStation的外观 是不会有热情去开发游戏的 毕竟他们才是第一批用户 如果能让他们觉得 我想要这台机器 那么就成功了 在设计师后腾真佑看来 外观设计 就是把内部结构 直接表现出来 PlayStation的本体 就是电路机板 电源与CD-ROM驱动 因此他首先考虑 如何把这种结构 直接简洁的体现在外观上 就像肥皂盒 肥皂盒的外形 就是里面肥皂的形状 简单至极 这就是PlayStation机身设计的灵感 如果设计只是盲目跟风流行 做得很圆润或很方正 那很快就会过时 唯有基于内部 必然逻辑形成的造型 才能经久不衰 这也是系统计 简单极美的理念延续 后段真佑原本是索尼的 电视设计师 曾负责索尼著名的 Profeil Pro系列电视 这是索尼80到90年代 面对高端用户的 特地龙彩色监视器系列 该产品以精致设计和 高品质著称 在那个年代 甚至进入电视台演播室使用 就拿这个系列里的 KX32 HV50来说 这种极致简洁的设计美学 就是由后腾真佑 亲自操刀设计 之后被称为索尼奇迹的 Wire电脑 也是出自后腾之手 它与美合金材质 独特的配色和造型 打造了与众不同的电脑 后腾真佑解释说 电视的设计条件很死本 外形部件都固定 所以设计师 只能在有限的框架里 做一些差异化 但游戏机完全不同 PlayStation是独一无二的 它虽然与其他平台竞争 但它自身却没有参照物 因此后腾提出一个理念 PlayStation的设计 要独一无二 而且无需中途做小改款 它的逻辑是 如果机器内部结构 功能和硬件 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外观也没有理由去改变 后腾能如此自信的 否定小改款 也是因为它对自己的 PlayStation设计 有绝对的信心 当后腾真佑 接到PlayStation的 外观设计任务时 它没有参考 以往游戏机的样式 而是完全从零开始 画了几十张草图 在设计中 它最想突出的一点是 PlayStation采用 CD-ROM 作为核心介质 为了让这一特征 在外观中直接呈现 它采用了方形机身 加圆形光盘盖的组合 这种方语言的结合 就是对CD-ROM 一种符号化 象征性的表达 后腾真佑 在设计PlayStation时 非常重视用户体验 机身下缘 做了圆脚 这让玩家 双手拖着扳动时 手感更舒服 不会割手 电源按钮设计成大圆形 无论从哪个方向伸手 都能轻松开关机 而且圆形 没有肩脚 不会伤到手 考虑到儿童使用场景 它把光盘盖的 ABS竖子部分 特别加后增加强度 避免孩子使用时 轻易损坏 后腾真佑 不仅设计了 PlayStation主器外形 和手柄 还亲自设计了记忆卡 后来推出了 双摇杆手柄 以及几乎所有的 PlayStation周边产品 所有这些设计 都由它一任完成 这本身就体现了 PlayStation设计的独特性 动团车牛且是说 索尼其他类别的产品 都有既定的设计传统可循 但PlayStation 没有任何潜力可参考 只有必须与众不同 这一理念 既然如此 它就决定 所有PlayStation相关产品 都由它自己设计 这在索尼其他已有的产品领域 根本不可能做到 但作为新类别产品 PlayStation给了它这个机会 所以它要做到极致 九座梁前 也立刻认可了 后腾真友的设计历练 后腾真友 后来总结说 好东西需要时间去打磨 但最初的灵感 往往会一直延续到最后 关键在于 如何把这份纯粹的想法 转化为具体的外形 然而顺利的阶段 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后腾真友把自己古兴设计的手柄 拿给九多两目钱看时 却被立刻否定 这是什么 形状虽然新颖 但不是很难用吗 这样玩家是不会买账的 后腾公司的手柄 与死前的任何产品完全不同 过去的手柄 几乎都沿用横白GFC的样式 扁平的造型 双手握住 靠双手的拇指按键 而后腾的设计则完全相反 它把传统的扁平手柄 彻底变成了带立体握把的新形态 后腾真友最先把样品拿给大赫典熊看 大赫典熊说 挺好的嘛 很有索尼的风格 要知道大赫典熊是出了名对产品挑剔的领导者 设作品通常会被他提出一堆要求 但这一次他立刻表示认可 然而除了大赫典熊 几乎所有相关人员都反对 因为这手柄外形 完全颠覆了当时的常识 过于震撼 尤其是九多两目钱的反对最为强烈 在他看来PlayStation虽然在技术和流通方式上可以革新 但在与用途交付的手柄上 最好还是延续过去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形态 也就是玩家已经熟悉的 用手指操作的传统手柄 被要求修改手柄设计的后腾真友 却强烈拒绝 他已经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 才找到这种造型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作为开创新时代的游戏机 手柄必须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形态 后腾真友回忆到 我近索尼21年从未有过比这更费性的产品 手柄的设计比主机难几十倍 后腾在设计手柄时 用发泡亚克力不断打磨模型 手去握 感受手掌的触感 通过这种反复试验 他逐渐找到了手柄的理想造型 他发现传统的平面型手柄有明显问题 使用时必须死死握紧 否则容易滑落 给玩家增加了压力 一旦放松手劲 手柄就会脱手 所以必须一直保持紧绷 而且每个人手的大小不同 按钮的距离感也不一样 手小的人为了按到按钮 只能更用力的紧握 后腾的设计理念和传统手柄完全不同 他的目标是 让玩家能够自然轻松的握住手柄 如果设计出来的手柄 需要拼命用力去抓 那就是失败的设计 所以他设计了向前伸出的握把 让人像拖住工具一样去拿 而不是死死拽住 后腾真友对于他这样设计 是这样说的 其实并不是在用力握着 而是仅仅用手指从下方支撑而已 而且手柄和手指之间还有空隙 所以即使玩得兴奋 出汗也能蒸发 不会激在长青 后腾真友真正体会到 自己设计价值的时候 是让孩子们试完试 起初孩子们因为习惯了 超级任天堂的扁平手柄 对新的立体握把有些不适应 但很快就上手 并沉浸在游戏里 甚至有孩子直接反应很好用 这种评价很直率 因为孩子往往不会拐弯磨脚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让后腾意外的是 孩子们玩出了许多他都没想到的操作方式 把手柄举高 放低 斜斩那 甚至从背后操作 而传统的平面手柄 只能固定姿势 固定握法 固定执法 后腾真友的手柄设计 却带来了原来还能这样玩的发现 这种手柄的自由性与可能性 也让他本人深受震撼 虽然孩子们对手柄的试玩效果不错 但在索尼公司内部 九队两剑和开发团队 依旧强烈反对这种全新的手柄造型 导致设计陷入僵局 最后是索尼社长 大和点凶拍板决定 在我看来 这个带握把的手柄非常好用 不论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别再称论了 就用它 我是社长 你们必须执行 不然都给我全部走人 正是凭借这份大和点凶的命令 手柄设计才最终被采纳 反过来看 这也说明 当时九队两剑 他们对于这种手柄造型的 抵触情绪有多强烈 后团真友后来回忆说 当时听到大和社长 那样坚定的认可 真的非常高兴 觉得一切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 大和点凶事后对此回忆到 在关盘外接饱腹壳的问题上 我输给了九队两剑 但在手柄设计这件事上 我坚持了下来 后来有一篇游戏杂志写道 PlayStation成功的关键 就是这个双手握持的手柄 我看了哈哈大笑 对九队两剑说 看把九队两剑杂志都写出来了 结果九队两剑却笑着回答 大和先生 手柄那件事却是我输了 但其他所有事都是我赢的 而这也就是九队两剑的可贵之处 PlayStation硬件制造片的故事 也到这里全部结束 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让很多人看到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